哈囉大家好,我是檸檬,我們今天馬上來玩一下我們的真理醫生 然後中午我剛拿到了之後我就已經先把他練好了 光追是盧尼憨眠,因為我的暴率夠了 行技的部分的話是十九八,因為他基本上都是數值方面 所以我就先這樣子 然後儀器的部分的話是量子套,我先跟希爾借來 然後是暴傷衣,然後速度鞋,虛速球跟攻擊神 目前的話是攻擊力兩千七,然後暴率80% 暴傷181,然後這邊戰績的話有個歸納 就是施放戰績的時候,敵方身上如果有一個負面效果 就會提升真理醫生的暴率跟暴傷 然後暴率最多會到15%,然後暴傷是30% 然後這個是永久的,所以沒有回合限制 這其實就很像是營資的那個越戰越強的概念 只是觸發條件不同 這...這雕像也太...也太有料了吧 我記得他好像有五種吧 好,我們先想辦法先把練行者用掉 我覺得混沌回憶第12層上班 最麻煩的不是卡布卡,也不是人馬 其實是這個練行者 因為這個練行者他會造出兩個小兵 那兩個小兵會妨礙到混沌回憶的那個輸出 這邊的話先普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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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先打他 然後這個的話大招消刃我就放另外一隻 然後等等 等等佩拉可以開大的時候就可以用 哇他要叫小兵了 啊沒事沒事,混沌回憶的那個 輸出已經剛輸出完 喔這邊還能擊破一下 喔直接死喔 我確實沒想到 0分 喔 喔 可惜差一點就能少一回合 這個會過回合 很可惜 我們一樣是打練行者喔 他才是最麻煩的那一個 我看一下喔 這樣子可以 可以破刃嗎 對差一點點 但是我們還有活活 欸喔沒有 沒有差一點點了 剛好剛好 好這邊一定要放 因為等等卡佛卡會那個 會拉忍 OK免費 免費的一次 等一下我覺得先 好先打他 然後大招放卡佛卡 這樣就可以消卡佛卡忍了 火火打好了 這邊多打幾下 說不定等等混沌回憶 的那個就把他直接殺掉了 開一下開一下 剛好剛好 非常好非常好 哇差一點點 啊沒事沒事 他叫出來小怪可以讓我 拿那個擊破的那個 笑死 可以可以 這邊的話 欸不行 我們等等軟梅要開 然後軟梅開一下 喔這邊可以消完刃欸 可以殺嗎 哇 哇 這兩趴 喔有啦一定可以打完了 笑死